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着小学生背着比自己体型更大的书包上学 倍感心酸 教育部高级部长莫罕莫拉宣布 七项措施减轻书包重量 获得沙巴教育界 家长一致赞同 沙巴国民型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席林柯光建议 教育部为学校增添两至三台饮水机 让学生喝水 减轻书包重量 沙巴华校教师总会主席拿督黄天良 希望能一劳永逸解决书包过重问题 山打根校长协会主席朱玉慈认为 减少学生使用复修科目的课本 能减轻书包重量 教育界希望快点实现书包减重 让学生们快乐上学 快乐学习 让我们关心西马大水灾 雪龙地区周一下午大水灾 多条公路探访 日满车跑 感谢大家收看 祝你有个美好一天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